向在波哥大中立大会上的各位问好,我的名字是帕斯卡尔·洛塔。 我是远在日本的京都大学中立研究的副教授。 我祝贺你们聚集在此,讨论这一极其重要且及时的话题, 这对于支持和平具有巨大潜力。 我被邀请讲述中立的优势、劣势、机会与威胁,以及中立的利弊。 虽然我很愿意和你们讨论这个话题,两个、三个、甚至四个小时, 但我将把我要说的一切浓缩为五分钟。 因为真正需要你们理解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理解什么是中立。 然后,你们就能自己推导出中立的所有问题和机会,不要去翻历史。 不要诉诸法律,不要看各个国家的政策, 只需理解中立的基本逻辑。 中立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做,通常恰恰相反。 你往往需要做很多事情来维持一个独立的立场。 所以从概念上讲,中立是对冲突的一种反应。 它是以某种方式对冲突的回应。 我这么说是因为中立的逻辑决定了这一点。 一个常见的错误为,当存音在冲突时, 无论是国与国之间,两个人之间还是组织之间, 争斗方一与争斗方二之间,中立者仅仅是坐在中间。 它通常被描绘成一个天平,中立方在中间,平衡双方。 这是一个误导性的形象。 相反,应该把中立看作是三角形的第三点。 无论中立方的存在与否,交战双方的冲突, 都在继续。 如果一个中立方与两个交战方都互动, 这意味着中立方本身是和平的, 或者至少不处于冲突中。 然而在战争期间,与相互交战的双方都宝拔。 持和平是一个复杂的立场。 因此,中立行为者的中立性, 是一个次要考虑因素。 中立方与交战方之间存在和平, 然后交战方之间爆发战争。 中立行为者的中立性总是针对冲突的。 这就是为什么冲突是主要的原因。 如果没有冲突, 就没有东西可以保持中立。 中立行为者对交战方不是中立的, 他对冲突保持中立。 中立行为者将尝试与交战方保持正常和平的关系。 这也意味着中立行为者实际上不是主要冲突的一部分, 而是整个冲突星座的一部分。 他与正在进行的冲突有某种关联, 尽管没有直接参与其中。 想象一下, 如果月球上有一个人会是什么情况。 如果这个人坐在月球的远端, 望向宇宙的虚空, 对俄罗斯、乌克兰或他们之间的战争一无所知。 我们不会认为这个人, 这个月球上的人是一个中立者, 因为他对冲突一无所知, 他只是完全在事态之外, 而不是中立的。 要成为中立者, 你必须了解冲突并且采取了立场。 这个立场是个人的, 独立于交战方的立场之外的。 如果你与交战方中的一个立场一致, 那么你就不是中立的。 那么,你就成为了一个盟友, 并将会参战。 根据修习底德的说法, 中立者对所有人都是朋友, 对任何人都不是敌人。 或者,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像在社交媒体上, 说某件事是not my war一样, 这意味着, 我将站在我自己的一边, 自己选择我的政策。 从这里, 我们可以推断出随之而来的所有问题, 没有冲突, 就没有中立性。 这意味着, 如果你是一个坚定的中立主义者, 你承认冲突和战争的存在, 但选择不参与冲突, 或不选择立场。 相反, 你保持在自己的一边。 这也意味着, 中立性在承认冲突存在的同时, 允许和平关系的继续。 在冲突中的中立者, 常常会被双方批评, 每一方都会质疑, 为什么中立方没有支持他们, 暗示不支持一方, 就意味着支持另一方。 因此, 中立者从未被视为战争中的胜利者, 然而, 如果中立得到有效维持, 他们也避免了成为失败的一方。 尽管如此, 中立者并不受任何一方的青睐, 因为他们不参与战争, 最终一方获胜。 胜利者可能会责备中立者, 说他们本应该与他们结盟, 因此, 中立者必须不断地 为自己的立场辩护。 但是, 用克劳塞维茨先生的话说, 一位著名的现实主义者, 如果战争是以其他方式继续政治的话, 那么中立就是以相同方式继续政治。 这意味着, 你在不参与战争的情况下, 仍然参与外交。 你避免了陷入相信一个叙述, 而忽视另一个叙述的陷阱。 由此, 机会和风险并存。 自己思考一下, 记住, 你不是处于交战双方之间, 你是三角形的第三方。 你尝试做对你有利的事情, 希望, 也是对地球有利的事情。